但是呢 只是一个医学会 接下来它主要的实证的部分 就是在宗教授的节征道 对不对 那节征道呢 再怎么去推广 怎么去发扬 重点是每一个人 只要懂得基本的几招 就可以救己救人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 都有学过这方面的东西 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实证医学 那到底如何实证 方法如何 接下来我们就请刘敬厚 刘老师来 发表 去及发表 大家午安 很高兴 因为我叫医疏长 应了三十分 差不多三十个人 三十分就三十个人 大家很平常 那因为这个秘书长跟我报告 他说再两天就是 他说 终结的那个 我说 啊 我吓一跳 我跟那个刘兄一样吓一跳 那我马上就交代 马上要办 那我们只两天的时间 所以呢 很遗憾 我们通知了终结的大公子 因为他当医师 因为他要请假的话 要事情请假 不能说想请就请 没人补班 然后呢 他带我 叫我说带为转达 感激大家的 为他父亲的这些活动 那其实这个 我一直在一直在想 大概去年的今天 早上大概我大概 九点多吧 八点多到九点多 到感到龙肿 那因为我已经常去 他的一个病房 那我赶去的时候 我不是跟我讲说 哎 怎么看不到宗教授 他说已经在什么厅了 我说什么厅 原来他已经 大体已经移走了 那移走了就是很遗憾 没办法见到他最后一念 可是呢 我一直想 这个教授 有给我们很多东西 等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